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让全球游戏借震撼的话题 黑神话 悟空 为何能够如此爆红 这款研发超过4年的国产单机游戏在8月20日上午实施全球正式上线 迅速登顶Steam、PS5和其他平台的销量榜 仅在解锁半小时内 同时在线玩家数量从30万激增至超过70万 这款游戏改编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 玩家将以第一视角追寻孙悟空的足迹 游戏首次亮相于2020年8月 当时仅一段13分钟的时机演示视频便在必占累计播放量超过5700万次 被认为有望对标海外3A大作 这款游戏掀起了业内公司纷纷提高研发预算 意图打造自己的3A项目 即使在预售阶段 黑神话 悟空便已登顶全球销量榜 并打破了Steam平台的下载使用带宽峰值记录 从瑞幸咖啡的周边产品到山西寺庙的取景的 这款游戏的热度远超预期 游戏科学公司作为开发商 成立于2014年 团队成员多来自腾讯互于自研工作室 该公司在政府和多方投资者的支持下 逐渐成为中国游戏市场的一匹黑马 这款游戏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 其精良的制作和强大的IP支撑 更是因为它抓住了市场对高品质 差异化内容的需求 中国游戏公司正面临市场增长放缓的挑战 是否能在未来继续推出像黑神话 悟空这样的爆款成为了行业的关键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8月20日上午10时 这一天成为了众多游戏迷们心中的盛事 经过4年艰辛研发 备受期待的国产单机游戏 黑神话 悟空终于全球正式上线 登陆了Steam PS5 Epic Games Store 和腾讯旗下的VGame平台 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SteamDB的测算 解锁半小时内 该游戏的同时 在线玩家从30万人迅速激增至超过70万人 展现了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Steam的数据显示 在8月6日至8月13日这一周内 黑神话 悟空预购及登顶全球销量榜首 目前在中国 美国 日本等多个单独市场中 仍稳居销售榜首位 作为一款单机动作 角色扮演游戏 黑神话 悟空改编自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 故事背景设定在西天取经成功后 斗战圣佛孙悟空销声匿迹 玩家将以第一视角扮演的天命人 决定冒险追寻其足迹 自2020年8月20日开发商游戏科学公司 发布了13分钟的实际关卡体验视频 黑神话 悟空便一炮而红 该视频在B站的累计播放量超过5700万次 凭借其精良制作 这款游戏被业内和玩家普遍认为 有望对标海外3A大作 3A大作意味着在成本 质量和内容体量上 达到顶尖水平的游戏 而在黑神话 悟空之前被公认为接近3A水准的 国产游戏是米哈游在2020年9月全球发行的原神 此后 中国游戏行业开始向3A项目转型 多家公司提高了研发预算 意图打造自己的3A项目 8月19日 开启预载的黑神话 悟空更是将Steam平台的下载使用带宽峰值 拉升至70TBPS 打破了2020年底赛博朋克2077创下的50TBPS带宽峰值记录 这款游戏上线前 各类届是营销活动更是层出不穷 例如 有抖音书商在售卖山西寺庙造像画册时 特别备注黑神话悟空取景地 结果书籍瞬间受空 瑞幸咖啡也在8月19日联名黑神话 悟空推出闪卡 杯套和纸袋等周边衍生品 甚至连制作周期需要15天的套餐3D限定海报都在半日内卖光 瑞幸官方称 热情远超团队预期 黑神话 悟空采用一次性买断制的传统单机游戏付费模式 数字标准版售价268元 数字豪华版售价328元 自6月开启预售后 黑神话 悟空便登顶全球 以及中国港区Steam畅销周榜 甚至京东的黑神话 悟空实体收藏版预售 一经开启便火速受庆 由于上线备受期待 游戏行业流传着请假一天 体验同行新品的笑话 结果竞成真 一家名为Game Era Game的游戏公司 真的宣布在8月20日停工一天 并向员工赠送黑神话 悟空数字豪华版 一位早早参与黑神话 悟空预购的院线电影 出品人告诉财新 今年暑期档电影质量不行 唯一的现象及文化产品 就是黑神话 悟空 热度不会亚于当年的流浪地球 海外提到黑神话 悟空时都在强调这是一款中国游戏 四大名著始终是中国内容行业的IP源头 其中三国演绎游戏转化成果最多 不少老产品在手游时代依然活跃 西游记从单机游戏时代起就是热门题材 网游时代则出现了帮网易游戏起家的 大话西游和梦幻西游 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和图中遇到的神仙妖怪 是天然的改编素材 刚好贴合RPG 角色扮演游戏的开发思路 黑神话 悟空的核心内容对应西游记原著 部分场景取字 真实的古代遗迹 据游戏出版方这版传媒公众号介绍 研发团队曾去往山西采风 游戏开头的露天神像就出自进程 玉皇庙28星秀彩素 而常治法星寺 新洲佛光寺 平遥双灵寺 高平铁佛寺中的建筑元素 也被建模应用于游戏中 黑神话 悟空在今年2月拿到了版号 这版传媒称 游戏快速过神显示了政府 对高质量国产游戏的支持 8月17日 海外游戏媒体测评解禁时 黑神话悟空收获了超高评价 据游戏评分网站Metacritic统计 当前57家国际游戏媒体为黑神话 悟空打出的平均分为82分 满分100 其中包括GamingBolt God is A Geek Gamers RD Gamers Sky 均给出了满分评价 正面评价比率高达75% 黑神话 悟空的开发商游戏科学成立于2014年6月 其名字来源于团队认为游戏是一门严谨学科 而不是一桩跟风压注的赌徒生意 并希望打造自己的IP 在黑神话悟空之前游戏科学已推出两款产品 即2015年授权网易游戏发行的幻想题材动作卡牌游戏百将型 以及2017年推出的科幻战争题材游戏战争艺术 赤潮由英雄护鱼代理发行 游戏科学的初创团队全部来自腾讯 护鱼自研工作室 创始人兼CEO冯继2008年进入腾讯担任斗战神的制作人 联合创始人杨琪是中国美术学院2003集油画专业毕业生 曾担任斗战神首席概念设计师 也是黑神话悟空的美术总监 在2020年8月发布时机演示视频时 黑神话悟空开发团队还十分缺忍 但后来从慕名而来的上万份简历中只筛选出了不到100人 云与山的比端 中国游戏行业的奇迹 大家还记得黑神话悟空吗 就是那款在微博上热搜榜首 伴随香槟轰炸而来的国产3A神作 几天前我终于忍不住入手 体验了一番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的通关感想 老实说 这款游戏真的是在中国游戏的天幕上 砸开了一个小孔 虽然很小 但足以让光照进来 初时黑神话悟空 成了 真的成了 在国内媒体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下 黑神话悟空成功地登上了个大游戏榜单 即使海外媒体MC评分仅82分 提到了一些诸如战斗视角 地图辨识度等问题 但这些小瑕疵在整体震撼的游戏体验面前 简直不值一提 要知道 真正的好东西是不会因一些小细节而失色的 游戏科学团队这帮人 之前一直在装孙子 用预告片和试玩关卡 唬住了大家 这就是游戏最能拿出手的东西 惊喜接二连三 谁能想到 黑神话 悟空真正让人探没观止的内容 竟被藏在了盘丝洞 黄花关 火焰山等地方 这些地方不仅仅是规模庞大 还有极具魄力的boss站和一大片可供金斗云探索的区域 可以说 这款游戏的体量和规模远比看上去还要大得多 就我这点感想 也仅是冰山一角 甚至一些能够彻底改变观感的重磅内容 都被放进了需要不少前置条件才能进入的隐藏地图中 这种对内容的自信 多到让人觉得有些奢侈 宛如锦衣夜行 你不必担心失去惊喜感 因为黑神话 悟空永远在超越预期 谁说中国做不到 有的人可能觉得我话说的有点满 但我相信 只要你亲手玩到这款游戏后 你就会难以相信这出自一个只做过两款手游 一款网游 从未有过单击游戏项目经验的版人团队 更不用提这个项目 诞生在以商业化手游为核心的中国市场 周期长 风险大 回报天花板低 人才空白 缺少项目积累 市场需求不明 在这么多debuff的情况下 黑神话 悟空硬是从石头里蹦出来了 还做到了许多行业不曾做到的事情 这真是一个奇迹 一个中国游戏行业的奇迹 老大男的问题解决了 在以前的国内游戏行业里 关卡 叙事 声音这三大老大男问题 一直困扰着开发者 很少有项目 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做到极致 要么体量过小 要么关卡 平淡如水 叙事演出倒是有所提升 但在长线运营 和商业化的影响下 故事难免被切碎 而黑神话 悟空在这几方面都做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 先说关卡 黑神话 悟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把三地关卡 这是跑通了的国产游戏 第三 第四关的探索规模和复杂度都有致飞跃 第三关带来的那种竟然还没打完的惊叹感 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游戏还提供了变身狐妖的能力 让你高速移动不耗耐力 躲过妖怪 进行探图体验 盘思洞一关 各种岔路的岔路 让你读图和寄图的能力 得到极大考验 叙事与演出 至于叙事演出 它是游戏内容的绝对大头 也是其精华所在 为了保留最大惊喜 我这里不过多展示素材 只提一个案例 作为参考 比如说那句著名的《寄件未来》 为何不败 就来自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BOSS战 而《四大天王》的隐藏关卡 堪称游戏最重磅的战斗演出 这段演出的硬实力 即便对手是以高规格 演出见长的 最终幻想十六 和战神 诸神黄昏 都能够笔划笔划 背景音乐和音效 也成熟地不像团队首秀 往生咒 那段音乐一响起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背景音乐 有的厚重 有的悠长 都融在了叙事和场景当中 这些细节 让整个游戏的质量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超越预期 再把以上内容合到一块后 黑神话 悟空呈现出一个 内容规格和体量 都相当大的游戏 在我没有卡关太久 几乎只做主线 推图的情况下 通关时间是35小时 游戏还有多周目要素 二周目给了新的法术 解锁了新的养成系统 黑神话 悟空永远在翻翻 当你以为某部分内容 已经超越预期 下一幕又端上一个 更超越预期的东西 我的情绪和惊喜 永远是一番接着一番 直到最后的尾声 产业影响力 黑神话 悟空的影响力 大家有目共睹 在发售之前 就已经是现象级的产品 我因为参加过几次试玩 写过几篇稿子 甚至被几家证券公司找过 都想做关于黑神话 悟空的付费咨询 他们的问题 归根结底就是3A单机游戏 能多赚钱 哪些关联公司和股票 未来有机会 像游戏登顶Steam全球预售后 这版传媒英邦拿到版号 股票涨了不少 市场信心 黑神话 悟空的大热给了市场极大的信心 更多国产3D动作 冒险游戏冒了出来 比如明末 冤须之语 影之刃 零等 游戏一开卖 它对中国游戏行业的影响 被进一步放大 从产品质量 到玩家市场的热情 它的商业成绩 已经不用担心 回本是板上钉钉 只是小城 还是大城的区别 我个人估计 500万套 不是难事 长卖目标应该是千万套 国内团队 做3A单机游戏 可以赚钱这事 即将得到证实 投资与参考 这意味着单机 买断项目的投资规模 有机会提高 从百万级别的 投资到千万级项目 黑神话 悟空大卖后 大家总是会想知道 下一款在哪里 对于在做类似项目的同行来说 黑神话 悟空提供了许多 具体的参考案例 从难度设计到养成比重 功能的易用性 叙事的节奏等等 产业链的成熟 游戏科学团队 给产业相关的上下游 带来了一批 真正具有 国产3A项目经验的人才 随着类似项目的增加 行业积累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逐渐走向成熟 但值得注意的是 黑神话 悟空作为国内 第一个3A游戏 起点可能有点太高了 后来者想要在同赛道中 取得同等水平的市场成绩 难度恐怕要高上不少 大场的动向 大场会不会因此立单机项目 很难 但并非完全没有 一些大场 已经在做大型的商业 单机项目 比如灵溪总裁周炳书 正在带队做一款 三国题材的单机项目 网易累火的单机 仙侠ARPG 帅土团队的新作 可能也是个单机 越来越多的端手项目 也强调单人体验 比如无限暖暖和万物契约 难以改变的东西 然而 说了这么多好话 我们也得认清现实 即便是满打满算 黑神话 悟空卖到了一千万套 其收入也远远抵不上 爆款手游所带来的巨额 且持续的回报 黑神话 悟空吃到了第一只3A螃蟹的红利 市场上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度 成为希望 玩家翘首已判媒体Code争相报道 乃至官方机构也不留余力 商业合作与技术支持 商业合作也是一点不少 比如EIPC和英伟达的鼎力支持 NVIDIA的全景光线追踪 DLSS3.5 虚幻引擎5的Nanite虚拟 几何图形技术 Lumen的实时光照 虚拟高度长网隔体等等 游戏制作人冯继自己也说 黑神话 悟空吃到了技术红利 高成本与高风险 美术外包成本也是极高 做一个花盆 一座假山的价格 超过一株现实中的罗汉松 高成本背后是对细节的要求 比如雕刻窗子上面的八仙过海图 从结果来看 游戏的美术资产 确实撑得上顶配 但在成功之前 黑神话 悟空也背负了巨大的风险 头两年闷头造Demo 首报后的四年 这款游戏没有做过大规模测试 没有所谓的数据支撑 市场所有的期待 都来自播片和媒体code的转述 产品研发都来自团队自身 对于单机游戏的理解 其他同等投资规模 团队大小的项目 还真不一定能做到黑神话 悟空目前的水平 话语权与文化壁垒 我们还是希望 黑神话 悟空能在老牌主机媒体 那拿到高分 能在TGA年度大奖力压群雄 但北美 欧洲 日本还是全球主机市场的绝对核心 中国市场规模的占比 几乎看不见 相比于日本流行文化 国产单机游戏 想要取得成功 还是得面向全球市场才行 风险与回报 即便是在黑神话 悟空成功之后 国产3A游戏 仍旧是一份风险很高 难度很大 但回报 并不足以与之匹配的差事 黑神话 悟空很好 但它的门槛 也比以往任何一款手游要高 中国游戏市场很大 但现实生活的压力 同样不小 黑神话 悟空某种意义上 算是游戏奢侈品 不单单是值268元的售价 而是在承受一定压力的情况下 能集中注意力 完成一个挑战的时间 奢侈的项目 对于从业者来说 黑神话 悟空这个项目 也显得相当奢侈 无需顾虑商业化 不用担心心境留存 可以彻底放开手脚 去做剧情演出 打磨关卡结构 设计boss战 用充足的资源和时间 做自己真正喜欢 真正想做的游戏 这是多少从业者 朝思暮想的事情 追梦的特权 大部分在手游公司上班的人 光是辞职创业 去做单机项目 就已经需要莫大的勇气了 在今天的大环境下 更多的真实故事 是选择彻底离开游戏行业 所谓追梦 终归是少数人 才拥有的特权 不一定是少数拥有资源 和能力的人 也可能是少数拥有勇气 和毅力的人 西行路的坚持 在游戏的最后 游戏科学 没有按照行业管理 把每个人按照职位职级区分 而是根据加入项目的时间 从2018年 最早的13个人 到最后的百余人团队 这场为期六年的西行路上 无人知晓 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少 感谢与成长 游戏科学 在游戏的实体版中 给玩家写了封信 杨琪在其中写道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黑神话 悟空之所以能爆火 显然是因为 他在技术 内容和文化 三方面的卓越表现 首先 他采用了 虚幻引擎舞的最新技术 如Nanite 虚拟几何图形技术 和Loman的实时光照 使得游戏画面 达到前所未有的细腻度 和逼真感 其次 故事情节深度 挖掘了 西游记 这一经典IP 为玩家提供了 既熟悉 又新颖的体验 而最重要的是 他成功地 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与现代游戏技术融合 吸引了全球玩家的关注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满嘴的技术术语 和文化情怀 真是让人头疼 其实啊 黑神话 悟空火了 主要还是因为营销做得好 外加一点运气 你看看 瑞幸咖啡联名产品 半天就卖光 这种商业合作和热点炒作 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至于什么虚幻引擎舞和Loman 普通玩家根本不在乎 他们要的只是一个 能炫耀的游戏而已 谢七七 你这未免有些太偏激了吧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营销 你知道吗 这款游戏上线半小时内 SteamDB测算 同时在线玩家 从30万人激增 至超过70万人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玩家热情 再说 游戏的质量 也得到了权威媒体的认可 Metacritic上57家媒体 给出了82分的平均分 这可不是靠营销能做到的 要不然 你让那些只靠营销的游戏也试试 哎呀 楚天书 你真的是蹭着数据就飘起来了 别忘了 赛博朋克2077 当初也是炒得火热 结果上线后问题一大堆 玩家骂声一片 再说了 游戏评分那些东西 有时候也不靠谱 黑神话 悟空不过是踩到了风口 玩家们被前期的预告片 和试玩视频吸引进来了 但能不能长久火下去 还得看后续表现 现在能火 只是因为它是个新鲜玩意儿 谁知道过几个月 会不会就被忘了 谢琪琪 你这个黑粉当得真是到位 不过 我还是要说 黑神话 悟空可不是昙花一现 你看看游戏的制作团队 他们来自腾讯护鱼 创始人冯继和杨琪都有丰富的游戏制作经验 而且游戏科学公司在开发过程中获得了政府补贴和技术支持 这可不是一般游戏能享受到的待遇 再者 游戏上线前就已经在全球预售榜上登顶 这说明全球玩家对这款游戏的期待是有多高 哎呀 楚天说 你这话听得我都要睡着了 政府补贴 技术支持 这都成了游戏好的理由了 你说他们团队来自腾讯 那斗战神的口碑可不咋地 再说全球预售榜登顶也不代表一切 当初No Man's Sky也是预售爆火 结果上线后简直就是灾难 我看啊 黑神话 悟空不过是现在炒得热 时间一长 还是要看玩家的真实评价和口碑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游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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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